让世界更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清朝以后的历史记载 咱们朝五代山的千千万万 有几个看见文殊菩萨给他献的满山都是智慧灯 看到了吗 我们这个在山上住着 不说是优伯赛优伯仪了 再加二众不说了 说我们出加二众 比笑比笑你 不说你见了 你相信不相信 文殊菩萨一天都在你身边 你相信吗 连正规信心都没有 你咋见文殊司令菩萨啊 这个华藏司机所讲的 都是那些个普贤菩萨 跟着与会的大众 这个大众都是灯觉菩萨 将近成佛的呀 他们运势 他们知道 这是给他们说的呀 咱们听见啊 莫名其妙 乖咳碎 不知道说些什么 这老人在念什么呢 我念得很起劲 有的在吓得他就咳碎了 他不知道你说什么 这叫什么呢 谁业力见 你有什么业 得到什么 没有业力啊 见不到 就是我们头几天放 放这个什么 供千佛灾的时候 就那么一个庄严 不见的人很多 来到五代山了 那个时候他也在五代山 后来他跟我说 师父啊 我朝三去了 我说你没到普通四 赶个灾吗 没有啦 我得旅馆吃点方便面就行了 你说咱们那么 那么庄严 那么多僧人 他到这来是朝三来 到三上去 他没看见 无缘啊 就连这么贱的姻缘 咱这也不是这么特殊生了 就连这个姻缘 他说我也不是出家人 我也不拿那个钱 我到那干什么去 他因为到这里头来 就是拿钱的了 他不知道这是一个法会啊 为什么大家到五代山 都要到千生灾呢 什么原因呢 一般的供供众就行了 凡是标榜供千生灾的 文殊司令菩萨一定在场 他发过愿 大家 大家机智 大家一个人供养不起啊 没这么多钱呢 大家臭臭臭来供养 供养为啥 为了文殊菩萨的感灾 为什么把感灾 你这供养钱 就供养文殊司令菩萨了 心里非常喜欢 消业障 但是跟我们这些道友讲 十分之八不限 文殊菩萨到这里吃饭 文殊菩萨不是吃饭 文殊菩萨来画独众上 明白这个意思吧 要修观想 我曾经过后 我们很多道友 我想的文殊司令 没有想啊 多分是没有想 没有这个业 没有这个业 产生不了这种作用 业是作用 这两天我净念了 没有讲 为什么广念不讲 清凉果是没有讲 他没讲 不敢讲 他讲错了 现在你怎么又讲了 现在普贤菩萨念诵这个 他一段一段的 他就分开了 可以讲讲 讲讲 想讲这配合 以前那个妹讲的 就知道 我们的善乐业 所感的苦与乐 你做善自然感乐 你做乐当然就跟苦 它能起果 果上所起的苦乐的作用 苦和乐 都是你自己造的 你造的什么业 你得到什么一个乐 当你在乐中了 你又不知道是乐了 他就有这么怪 这叫业 像我们比丘比丘 你两种师父 你只感觉到 你现在在这是享受吗 享受什么呢 享受你那个 清静的福德 咱们经常说清静 这个世界清静 现在在说不世界 就是现在在我们南眼菩提 现在在我们现实这个生活 这个世界 咱们是清静的 什么灾害都没有 如果你内心不起烦恼 外边没有烦恼夹住你身上 也要相信 现在人在福中 不知福啊 他在福里头 他不应的就是福 等他跟苦 等他跟苦相比较 他就知道他这是乐 没有比较 不能得知 这些个都是业力所致 你自己的福得业力所感到的 虚拟三城王 随旋轮轮圆形 广大莲花开 比比互为遥 三藏楼阁形 旋转金刚形 入四不思议 广大驻叉总 普贤普就教导 你怎么认识这个 这个 华正世界啊 就要你这样认识 还说说他的行 大海珍珠燕 光往不思议 若是住叉总 兮在莲花庄 咱们经常念莲花 所以这些个叉总 都在莲花里头 一一住叉总 光往不可说 光中现住叉 普遍十方海 一切住叉总 所有庄严聚 国度西路中 普见无有境 叉总不思议 世界无边际 种种面缘好 就有大仙力 大仙就是佛 但是咱们中国呀 成大仙呢 我们就把它 绘成了老道去了 特别看见侠小说 看的呀 武当派呀 是哪媒派呀 见侠小说好多派 都是仙 成为大仙 成为大仙 那个时候 佛教将闯入中国 说佛就是大仙 后来又加为金仙 金仙 表现是 长生不老的人 仙就是这样 大家看那个仙上 仙的字吧 山里的人 都是神仙 人字啊 住在山里头去了 三根人合成一个字 就叫仙 这些 其实这是形容词 形容词 是不是 形容着 人呐 不老 不死 大仙人了 这么大伙 涅槃将 也是这样说呀 大仙入涅槃 佛日 堕与地 大仙呢 已经入了涅槃了 他把涅槃呢 当成是死了 涅槃翻的是 可是不生不灭 不是死了 他不懂涅槃的含义 大仙入涅槃 佛日堕与地 佛像太阳一样 那太阳掉到地下去了 这些很多经乱 都把佛形容大仙 那么中国必须把他解说明白 仙不是老大 一般的说 道长 和神仙 说你那个心啊 难住于境地 心难住于境地 什么是境地呢 三里的最清静 这样一个含义了 就是表现 让一切众生的侮辱 不受一些苦难 含义是这个一散 一些差种中 佛力世界不思议 讲这么多的差 讲这么多的 这个 世界 差种中 哪里一些世界 就是形容佛力的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 一切众生 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居住在这个世界中 佛力所加持 是佛的力量加持的 这个有的人呢 不是说不信佛的 信佛的人也不信了 好多信佛 好比遇到什么 不顺心的事了 说我这么倒霉 那佛力咋不加持 加持我 特别是念佛的 我天上念佛 我天上念佳 我求的愿望达不到 抱怨了 他不知道业力 他把他的业力忘了 所以在这个 所要说的圣神法 我们用最浅的例子 来体会这个 圣神法的一礼 这差种呢 咱们讲了那么多 念了那么多了 他是由因缘而生的了 他为什么差有那么多呀 因缘不同啊 说差种 只是说依报 什么住的住所呀 说你的正报 你所造的业力 前头讲的所造的 你业力不同 佛力加持 佛的力量有时候加持不到 众生的业力啊 比佛的佛力啊 还厉害一点 怎么样厉害啊 他不听你的呀 那佛力没有用啊 他难他的业力发展呢 这个含义 所以 这个一共这个里头 有28颂 颂这个差 它不同 是因为因缘的 说生的 各个众生 造的各个业 他所做的一报 一报是随着他的正报而来的 正报不同 一报也不同 就说现在吧 我们五台山 最高的温度 是20多度 往下一走 不论是要装太远 离不很近吗 都是三十几度 热得喘不出气来 还要劳动啊 咱们在这儿清静静静静的坐在这佛堂里头 这两个你一笔就知道了 我们在家的二状 优不赛 优不一 他是暂时的了 他仅仅是一段时间了 有的到这个山上 忙的不得了 要朝五台 要朝这个 朝寺庙 忙了几天 马上又下去了 他能够在这儿坐吗 不可能 没有这个圆 这就是一夜 因此 他的处所不同 是因为他正抱住感受不同 众生 各个隐 各个圆 居住的处所都不同 有些人现在居住的处所 在水深火热当中 成天的提心吊胆 怕空中掉下一个炸弹 怕那恐怖分子 给我房子丢了个炸弹 咱们现在没这个思想 没这个过略 什么都不担心 所以 夜不疼 众生的夜很威胁 所以 佛差的差种 也很威胁 道理是这样分别 每个世界 庄严俱不同 为什么 各有各的因缘 你到每个寺庙 每个寺庄严俱都不同 都不一样 为什么 各有各的因缘 各各的因缘 那么世界形状不同 一个山的形状不同 你看很多的山 这个山是这样形状 那个山是那样形状 咱们中国的最出名的黄山 温州的燕荡山 福建的五一山 咱们不说佛教圣地了 各个山不同 各三不同 为什么 因缘 那世界的各个形状 也入世 有的世界 有的山 经常在光明当中 一两年 不见一滴雨 不下一滴水 有的地方 山长 经常在云雾当中 这也是各个不同 有的山是光明的 有的山是黑难的 有的是放宝光明的 这个咱们不见 没这个业 有些阴生 闻着这个阴生 非常欢喜 生善恋 有些阴生 非常乐力 生乐恋 这也是各个不同 所以 形容这个世界 以阴生为体 那这个世界 中 什么形状 它是有一定 因缘的 懂得这个 是道理了 你再看 华阳世界 华阳世界 再念华阳间 你原来如此 我的夜 能念到华阳间 我这夜就顶好了 将来我也能升 华阳世界总理 华阳世界总理的好多世界 不一样啊 那我要升到极乐世界前 极乐世界 第一个好处 佛常驻在世 你随时可以闻到法 所有的善友 不是俄罗汉 就是大菩萨 你随时可以有善友提携 你可以到十方世界去 就礼拜祝佛去 求闻法去 因此 那就比我们这个世界 殊胜的多了 但这个世界 毁有成 毁有坏 毁有已经坏灭了 比如临终叶啊 以生意有乐啊 说那个世界差种啊 就是树林子叶子 这个月掉了 那一月的生长了 有生长的 有落的 差种中的 也有成的 也有坏的 拿那个树林子 形容差种 入世依差种 种种众生住 种种众生都住在这个差种里头 为什么 比如种子别 生果各树叶 黄豆生黄豆 麦子生麦子 苹果生苹果 梨生梨 这种子不同啊 但生果各有意 果也不同啊 众生的业力差别 它造的业不同啊 业力差别 差也不同 做的 依报的国度 也就不一样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批入新王堡 随心建筑散 众生心建筑 得见清静畅 譬如大龙王 星云片虚风 入世佛愿里 出生住国度 入幻思周术 能献种种事 众生业力过 国度不思业 五贤菩萨 在这个寄送当中 说寄送当中的 这寄送呢 我们上回讲了两个 现在讲第三色 五六 说万法呀 都从心中生出来的 说心上 在种种法上 心呢 就是万法之王 所以成为心王 随心建筑散 心的有主作用 有它的伴作用 有主伴 一般的 我们讲心讲八个 然而鼻舌生业 六十就六个心 七摩诺 八十的就是仗实心了 眼镜都含长在之内 这个所讲的心 是超了这个八十的 什么那个法界心 我们讲黄岸经嘛 都是讲一针法界 这个心嘛 这个心嘛 是一针法界的心 一切住法 都是从心演变的 所以成为心王 众塞呢 是外边的警戒相 警戒相 心呢 是产生的主的作用 还有五十一个心所发 心所发是产生的伴的作用 这伴都是些什么呢 像我们那个眼镜住法啦 贪啊 身啊 瓷啊 谜啊 邪知邪见啊 借见 敬见 敬取见 这些知见 不正确的知见 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贪嗔词慢疑 身边借尽邪 这一般的说 这是实事烦恼 这个都是 唯心 主心 所有的 主作用 与伴作用 而光那些 就是心所发 因为心王的作用 随你的心 能看种种警戒 色呢 是形容警戒相的 凡是有相的 有形的 就是心所圆境 在你心圆境的时候 如果你心来能做得了着 心能转变外边的警戒相 不被警戒相所转 就叫心能转警 这是修道者所能做得到的 一般的呢 都被警转 见什么被什么转 心被警转 心被警转 就是随夜所漂流了 被警转 就是造业 心能转警 把所有的业相 都变成功能 变成修道的功能 至于果度 清静不清静 是众生心 说你的心清静了 你处的环境 你所得的报酬 自然就清静了 环境就是清静了 如果你心情不清静呢 那说你感觉果恩 也是不清静了 我们过去 所造业的业因 所以感觉五桌那色 五桌那色 烦恼特别重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烦恼特别重 因为什么 因为他心不健 任何事情 他都起烦恼 在地方普贤菩萨 说了一个比喻 像大龙王的时候 在那星云啊 在虚空中啊 星云不语的时候 佛的愿力呢 佛 这个佛专指着 披露着诺的啊 佛的愿力 出生在各国度当中 正如现在讲的是 华掌世界的啊 之前都讲那个 那些个世界不说了 单说华掌世界 华掌世界 我们这是华掌世界的 极小一部分 像微臣那么小 在这个国度的当中 都不清静的 为什么呢 众生心不经过 不经过 刀兵水火 瘟疫灾害 什么灾害都有 不清静 众生的看问题的看法 不清静 各有各的看法 有各有各的自见 寿命呢 有长有短 生命呢 无常的 灾害频繁 就是这样 这是由我们过去的 也不经过 也不经过 佛出生 它是随众生圆的 像咱们上来说 说那个 静佛国道 静佛国道 那是随眼的 随那个静的缘 在佛是幻化的 在墓是实报的 实报就是受苦 你感到苦 佛他幻化的 没有什么苦 也没有什么乐 随众生的缘 所以佛是 以他愿力 出生在各个国度当中 就像那个 幻化师 他用他那个 咱们所说细发吧 或者用药力 或者用咒术 现种种的一切的像 这个是不是 不是什么真实的 那现在我们受的 是不是真实的呢 也不是真实的 经常有这么一话吧 人生如梦啊 如幻 如抛炎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但是在我们身受的时候 我们泄脱不了啊 我们都当成真实的 你把虚幻的 当成真实的 所以不能泄脱 你不能挣得胜果 所以在这个 现的种种的国度当中 所有的种种事 都是随你过去的业 昨天咱们讲业力 讲了很多很多了 这不再重复了 送生的业力 业就是你所做 你所做的 自己做的业 完了自己受 现在不要抱怨 好像这个世界很不平淡 非常平淡 自作业 自己受 有什么不平淡的呀 不要向外抱怨 也不向外祈求 反问问自己心 因为我们过去的心 有养心 有养心的因 所造的养业的果 现在所受的果 都是养业的报 佛不是这样子 佛是他的愿力 他来这个世界 是利益众生的 缘没有了 他也就不限了 叫淫 咱们说释迦摩尼佛的印度 入灭了 叫我们的话说 就死了 实际没有 现在中国的大德 唐朝的 见到释迦摩尼佛 还在说法呢 天人 问他说 哪个释迦摩尼佛呀 说释迦摩尼佛非常多 千百亿释迦 有千百亿那么多 不过不是现佛神了 现其他的神 我们就不认识了 国度的清净与污染 社会环境的好坏 什么自己造的呀 这叫供业所感 对 个人的那别业了 个人的受标 受的什么的灾害 那是别业 什么叫别业 什么叫供业 别业就是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受 这叫别业 供业呢 或者像我们这三系呀 经常那小梅啊 塌了 或者洞子里又要水淹了 或者上头塌下来塌方了 那就冒顶 冒顶 就是工业 他他做那工作就冒顶 冒顶上头塌下来 塌下来人就要 在里头工作的 外面的工人就死了 那是那几个人的工业 不是全体的工业 直到这种众生的业力过 和感的果度啊 随着 净业多啊 就是净果斗 严业多啊 就是严果斗 随便自己业报 业报 评入众慧相 画思之所作 若是一切差 心画思所成 众生的身各意随心分别起 若是差种种啊 莫不皆有业 譬如见导师 种种色差别 随众生心相 见诸差以言 说你的心 是眼心 你所看的 这个果上的 就不是清醒的了 就随你的言音 而现眼相 随你清净些 那就像你清净相 是随众生心所行啊 是你心怎么做的 就出现的差种不同 这像一个画画的 绘画的画师 他拿各种颜色 配的颜色 画出那个画来 这个画是真的吗 所以这个世界 现在的 所有这些灾害 和清境 那没有灾害 是你众生心感召的 哪一部分人 做哪一种业 共业所感 而且众生的身 众生的身体 各个不同啊 每个人的面貌不同 他心里想象也不同 独入世 所以 果度是一报 你的心啊 所化成的 你正报所受的一报 你身体 所依住的 哪个房子 哪个果度 大者说果度吧 小的说你自作的 那个舍宅吧 独入世 独入世 而这里头啊 在其他的经论 讲的很多 有艺术的 有一个人 那艺术 他有时候做的好事 有时候做的坏事 在干果的时候 果上也是错终复杂的 我想咱们一生当中 时而好 时而坏 有时候很满意 很顺心 生活啊 很愉快的 工作啊 很顺利的 说你在公司也好 自己开公司也好 好像障碍都没有 就是这个时间的因 你过去的因 感觉这个时间的果 人家一生做的事 不是都是好的 也不都是坏的 很错终复杂的 时而发善心了 做些好事 时而乐心所猛烈了 又造些个坏弄的 害人的事 刚果的时候呢 有人错终复杂的 时而好 时而坏 一个家庭入室 个人的人身入室 一个国家也入室 这个因果呀 错终复杂的非常多 那么佛教徒 这个因果论呢 非常的重视 一切都不超出因果去 就是自己种的因 因成熟了说 感的果 因果能转变 不能转变呢 佛说的因果论 是什么因 一定干什么果 你种的是黄稻 绝不会产生大米 你种的大米的种子 也绝不会产生黄稻 什么因 一定干什么果 这是因果的定论 如果不能干果 我们过去所造的那 一定要受那报 那像我们信佛 求佛 乃得出家 求当 那又有什么用处呢 已经定了 转变不了了 过去我们的大德 有这么个比喻 把这因果呀 如果二水相投 热多于冷 热水多 冷水少 那两个水 合到一块多啊 那水还是热的 如果冷水多 热水很少 二水投到一起下 水还是冷的 英国是固然是定的 在我们学佛的人 佛教授我们 可以转化的 什么样转化呢 定业不可转 定业是转不动的 三媚加持力 三媚呢 就是正受 正定 正思维 正与 正业 都说到三媚里头去 你过去所做的业 你现在的业 猛力 过去业呢 威要 你能转变过去的业 这样说 业是可以转的 就是看你哪一个力量强 问题在什么呢 在你转得动 转不动 转不动的话呀 一切众生没有成佛者 没有得道理 如果随随便便地转业啊 就把业就转了 那也没有受报者 在这个问题上 就靠你自己的功力如何了 一个信 一个解 一个行 一个证 你信力就不真 那不但不能转 而且还增加 信真 怨切 心力 心力非常真 一点掺扎没有 信了之后 而求解 解就求明白了 把这个道理啊 清现出来 明白了 这就明白 该怎么做 怎么做 我们说学佛者 佛怎么做 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往往地把佛 当成一个人 当成一个圣者 当成一个修道成就者 不错了 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佛者 觉也 印度化 叫佛陀也 翻墓华言呢 就叫觉悟的觉 明白的明 知见的知 所以你知道 你的知见正 你知道你过去过去 未来的未来 现在的现在 什么事 你都清清楚楚的 知道业果 知道怎么产生的 这叫一切纵神的业果 这当前的世界上 为什么这么乱 你都清清楚楚的 你就是佛了 在我们卖讲 华言经之前 跟大家说 相信自己就是佛 这个道理是 初学佛的人 或者久学佛的人 一定到入世的 相信自己就是佛 那么所差的呢 迷了 就是迷雾之间 迷了就是不觉了 不觉了就不是佛了 你不明白吗 刚才只讲因果一种 明白因果 这仅仅是一种 明的一切的事物 它的生长 它的成就 到它的变坏 你把这个过程 明明白白的 头一项我给大家讲 现在我们科学家 发明的 时空随大 时空随大 大概有很多人 没听说过 或者有些人 他对科学上有研究的 看过科学的书记的 他或者能明了 时间跟空间 是一体的 说我们经常想差地 差是无量节 差总 差是土地 我们一年两年 一天两天 这叫时间 我居住住所 这叫空间 空间 空间跟时间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这叫什么呢 时空随大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四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名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情 认识生命电视台 生命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 两个节目制作中心 宜兰高雄 台湾生命电视台 是慈非智业法务整合的大平台 自2004年元月开播以来 获得各方大德信众的热烈回响 至今即将近满20年 目前播出的节目有 善知识法语 长老法语 大乘讲座 生命讲座 弘法行脚 福提系列 福祀巡礼 速食推广 佛心花海 以及佛教卡通 等各式的弘法教化节目 2020年 有鉴于现代人 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 高达6到8小时 许多人一天中 有超过四峰之一的时间 都被手机占据 收播习惯 由电视转为手机 平板 为了因应正养 人手一击的 崭新收播 运听习惯 生命电视台播放平台 转为网络播放 手机随时可以接受 佛法的讯息和引导 但全省MOD 以及部分第四台 仍可观看 配合老仆子 看电视大营面的习惯 生命电视台成立至今 即将建满20周年 陪伴广大信众 共同学习佛法 期盼诸位护法大德 金氏菩萨们 抱着羞耻的长远心 不退转心 继续和生命电视台 一起携手 将弘扬佛法的使命 传承下去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奖堂举办 八观灾界祭大悲战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奖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屏东庙云寺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高雄生命书方联合举办 消灾祈福法会 即礼拜弥陀宝灿 护生蒙山师时 恭请赞山法师 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共同主法 日期2月6日正月初六 星期日上午9点半 地点屏东庙云寺 屏东县万丹乡 兴安村大兴路175号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海军上将大白鹅 谁也不知道 池塘里的大白鹅 是从哪里来的 它走起路来 神气十足 一步步稳若泰山 显得非常有气度 这是谁家的大白鹅 它看起来很威严啊 我也不知道 它是谁家的鹅 不过我知道 它叫海军上将 它可是这里的首领 你看到那片草地没 那里都是它的地盘 海军上将 这个名字 是谁给它取的呀 我们大家都这么叫它 你看它那姿势 那步履 还有它和同村子里 其他鹅讲话的姿态 全是一副将军的派头 所以我们就叫它 海军上将 什么海军上将 它根本就是一个强盗 阿杰 看来你对这只大白鹅 很有意见哦 当然了 自从海军上将 来到这里后 阿杰就没好好 钓过一次鱼 可不是吗 它总喜欢跑进我 钓鱼的小棚子里捣乱 更生气的是 我钓鱼的时候 它总是在池塘里 嬉戏玩闹 不然就是在里面觅食 吓跑那些鱼群 这样我根本就 没办法钓到鱼啊 他不过只是调皮了一些 怎么能算是强盗啊 你们不知道 最过分的 他经常吃掉我盒子里的鱼饵 还偷走我钓上来的鱼 阿杰 你看 海军上将在跟你打招呼呢 我看他这是 又想吃鱼饵了 怎么回事 这只鹅什么时候有孩子了 不 这些小鹅可不是它的孩子 它们是前几天 被车压死的那只母鹅的孩子 大白鹅这是要做什么 它这是在向我要东西吃呢 这个家伙就是这样讨厌 每次讨东西吃 就像理所当然似的 好了 吃吧 天啊 海军上将正是在照顾那些小鹅啊 并不是自己要吃的哦 看来 它真的还是蛮有爱心的 是的 你看 虽然它看起来就像一位领袖 但是它还是很有慈悲心 来照顾这些小鹅的 大白鹅一直无为不至地 看顾那些小鹅 也总会在第一时间 冲过去保护它们 喂 你们等一下 路上那些车太危险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啊 我们的家在马路对面 晚上的时候 我们都要回家 对呀 这样主人才可以找到我们的 住在家里 我们比较安心的 是啊 我这样也比较不会害怕呀 家养的鹅就是这样 比较担心外面的危险 每天都要回家 这样吧 我送你们过马路吧 以后每天早晨 我就在这里等着你们 接你们到池塘边 你们自己过马路太危险了 您真好 真是太感谢您了 您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 保护我们 谢谢您 好的 那我们每天都约定 在这里见面哦 非常谢谢您的帮忙 哈哈 我可是一只公鹅 怎么能像你们的妈妈呀 好了 我送你们回家吧 哎呀 好大的喇叭声 吓死我了 那个车要袭击我们吗 怎么办呢 你们不要怕 有我呢 嚷什么嚷 没看到他们是孩子吗 这只鹅在干嘛呢 它好大的胆子啊 这只鹅是我们村的海军上将 厉害着呢 好了不要惹它了 你们怎么会这样怕一只鹅啊 如果下次它还敢对我这样 那我就把它杀掉 煮汤来吃 我们并不是害怕它 而是敬畏它 敬畏它 没错 你看 它在做什么 哦 它这是在照顾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不 这些小鹅并不是它的孩子 这些小鹅的母亲 前几天被汽车压死了 因此 这只大白鹅 就主动承担起 看护这些小鹅的任务 原来是这样啊 如此说来 它真的很了不起啊 哎呀 你看 海军上将又把小鹅们送回来了 虽然这个家伙 平时表现得像个强盗一样 但它对这几只小鹅 可真不错啊 是啊 不只是对小鹅 它对自己的鹅群 也是非常的好 哎呀 好可怕 救命啊 救命啊 你这个家伙 想干什么 哎呀 大白鹅可真够勇猛的 竟然敢攻击狗 可不是嘛 为了保护这几只小鹅 它什么都不畏惧 是啊 海军上将这个名称对它来说真是当之无愧 好吧 我原谅 我原谅它的强盗行为了 以后你要是还敢吓唬它们 我绝不会侵扰你的 由于大白鹅的勇猛和静责 村子里所有的鹅都成为了它的部下 每天早晨 大白鹅便会带着它们 在池塘里游玩兮兮兮 糟糕 看来今天又不能安心钓鱼了 好吧 好吧 你们玩吧 我不钓鱼 总行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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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姐 你看 海军上将还在向你示威呢 算了 随得去吧 大白鹅见阿姐并不跟自己计较 似乎选得很无趣 它在池塘里游了没多久 便带着鹅群上了岸 那只狗算是把海军上将给得罪了 它可真厉害啊 竟然主动去攻击一只狗 别提了 前几天就因为这只狗插着小鹅叫了两声 结果海军上将它打得夹着尾巴逃跑了 你看吧 这只狗根本不是海军上将的对手 它真是一只了不起的鹅首领啊 咦 海军上将它这是怎么了 它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哎呀 它一定是在找那四只小鹅 那四个小家伙爬到哪里去了 小家伙 你们在哪里啊 天上突然转黑 就快要下雨了 小家伙 快出来 我们要去躲雨的 这里很危险的 不好 看来要下大雨了 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等一下 我赶紧把鱼具收拾起来 然而 这雨来得太突然了 一瞬间 大雨便倾盆而下 草地上的鹅群 纷纷朝池塘边上 阿杰垂掉的小棚子里跑去 这雨下得也太急了 是啊 海军上将呢 它怎么没跑来 你看 它在那里呢 但正是去找小鹅去了 喂 海军上将 快带着他们 到这里来 不好 小冰宝了 哎呀 这是什么 好痛啊 怎么在 我们会被砸死的 快跟上我 到了那个棚子里就安全了 哎呀 好痛啊 我跑不动了 孩子们 不要害怕 有我呢 孩子们 坚持住 这场冰宝 马上就过去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不跑过来 反倒趴在地上 他不会是受伤了吧 不行 我们得过去帮帮他 不能出去 这场冰雹太大了 万一被砸中头 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们现在只有汽车 这场冰雹早点结束 几分钟后 冰雹停了 阳光从乌云里伸出了头 阿杰急猛冲出了棚子 直奔大白鹅那里跑去 海军上架 他 他死了 这时候 小鹅们 缓缓地从大白鹅翅膀底下 跑了出来 他们围着大白鹅 不停地叫着 用嘴啄着 像是想把他叫醒 但是大白鹅 却一动也不动 为了保护这些小鹅 大白鹅竟然牺牲自己的性命 它真是太伟大了 念佛伤净土 成佛度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